嘿,又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阿康 今天我的人已经在马来西亚 我们要回马来西亚了 我们要上去这里,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就到了这个新加坡的Custom 那我们再回去马来西亚 现在在走着这个新加坡回马来西亚的这条桥 大家都在塞车,今天的车也挺多的 等一下我们马来西亚见吧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马来西亚JB了 我们在上山了 一回马来西亚就上山了 租了这一堂车 把我们的脚车放上这一台车里面 然后我们就要去比赛了 现在拿了车,然后再打油 然后我们的脚车就放在里面 租了一辆L站 哇,前面看到一个桥很高的 渐渐的东西 我们要到了这个 班达奔拉湾DESA路 要转过去了 我们到达了这个拿衣服的这个地点 然后就有很多车 然后很多车上面都有这些他们的站车 什么很贵的脚车 便宜的脚车 什么都有 种种都有 然后我们去拿衣服先 我四人生第一次参加那么大型的 骑行比赛 140公里 现在我们要去拿衣服 拿我们的东西 然后应该会遇到很多外国外地来的这些朋友 一起来参加 我们要去这里拿我们的衣服 还有一台KonaGo Limited Edition 开玩笑 这个现在我们在拿衣服 现在来到了这个DESA路的Water Park 它是连在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一个地方 我们都拿了这一个Bag 等下回去开箱一下 然后现在要回去酒店check in一下休息 今晚去吃晚餐 你看这个 Port Ranger的上面放了三台脚车 多壮观啊 现在来到了我们租的这一间ABN 就是一间家 这个位置就是进门 然后这里就是客厅 这个客厅很大 然后它的设计也很简单 还有一个电视 有一个沙发 然后就这样一眼看完 现在就来打开一下这个Bag 前面是这样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 是衣服 然后一个信 这个放在身上的 这个放在身上的 Valtern Offer 还有这个咖啡 一包 两包咖啡 这个是我买的能量胶 两个 一个是 Tai Mango 一个是Green Apple 这一盒也是咖啡 所以它整个包里面就有三个咖啡 然后一个衣服 一个牌 交车上面 两个Cable Time 然后我的这一个 号码就是 2799 然后我的名字我放 Account Man 140公里 然后它这个是马来西亚举办 然后这里就有它的号码了 比较大 然后这里有QR Cord 这里有一个Emergency Contact 这个是前面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后面 是这样 这个衣服的Quality是OK的 是刚刚好 今天的这个 从新加坡过来 JB的这个路程 然后租车一直到这里拿了衣服 去了那里报名的这个视频 就到这里啊 这个视频可能会在明天早上 再继续 不明天早上骑车 这个过程就没有多拿手机 因为这个是比赛 就安全己见 我也不会去拿手机 不会去拍一些过程 只能够拍到开始跟结束 跟一些活动 厨师 准备了早餐 Good morning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穿好衣服 喂 你没有穿衣服吗 这个 服装 然后这里有这个车牌 然后帽旁边有那个 sticker 现在要走进场里面 很多人 要走去前面 装 现在已经 要7点天亮了 谢谢他位啊 我们有完全的 视频之后呢 我就没有再拍到这个比赛之类的影片 短短140公里里面呢 我用了这个三个小时28分钟 去完成这个比赛 然后我的位置是在第80名 人数是在1200或者1300吧 在短短这个路程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感言 前面的很强的人他们就一直冲 然后我们这些还不是很厉害 也不是什么国手 用了一个小时40公里 来去追上第一个 他们所谓说的这个Pelleton 路程当中很危险 很多人摔车 在紧急状况内呢 你要及时反应过了 能够停下 不要撞到前面的人 也不能够停太快 后面的人 停不到撞你 也是会摔车 整个比赛的心情 很紧张 不可以 怕 你也是要冲 没有办法之下 就是硬着头皮 一直要跟 第60到70公里的时候 既然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全部人还是维持在 35到45之间的这个速度 大概10多公里吧 就是半个多小时 就是一直淋雨 然后马路很湿 心灵就会很害怕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摔车 当你遇到下雨的时候 马路更夸 有什么Emergency break 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雨中就这样一直站过去的10多公里 路上有很多那些死掉的动物 肮脏水流来流去 然后水也射到脸上 全身都是 然后想回去也是恶心印象 100公里的时候 就很没力 因为身体的食物跟能量 都已经大概消耗的七七八八 我身上就带了两条香蕉 然后就在车上 拿了香蕉出来 用嘴巴剥皮 打 然后就吃吃吃 然后就丢 丢皮 当然不是丢到这个马路中间 故意嗨到后面的人跌倒 看到很多人没有放弃 很努力的就是 一直跟上 这个比赛也是我人生第一个比赛 真的是战绩的经验 怎样去切换你的路线 能量到了多少 你要再吃一些东西 喝水之类 一点都不能够忽略 等到你发觉到身体没有力的时候 你已经太迟了 你已经没有力再去追了 完140公里一路熬过去 很辛苦 三个小时没有停 尽量想骑得最快的人这个时间 总共的这个高度是800多米 但是真的能够完成这个比赛呢 已经是很不错 然后没有意外 没有摔车 安全骑完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人没事 享受这个活动 后期就有很多YouTube上 你可以把这个Let up Malaysia 录影啊之类的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也能够看见这个 一整个过程 有些人有拍一下 那天没有拍到那个finish的衣服 就是这一件 T恤 就是这样 也是一样黄色 后面这样 这次的报名费呢 300多块马币 蛮值得去体验 经历 让我的人生记录不一样过程 然后再分享给人 现在是10点37分 我回到了这里 然后拿了这个 140km的奖牌 然后现在就是休息等吃东西 有香蕉有面包 然后还有等一下过去拿衣服 很多人啊 大家都骑到这里 安全到达就是赢家 然后大家都骑完车 去拿衣服 五千人聚集在一个岛上 这个岛突然间爆满去了 这个岛其实是一个比较少人的一个城市 然后这个五千人的骑脚车比赛 突然间这个岛 每一家餐厅都爆满塞满 然后这里全部人都聚集来这里 不然间摆车 就是为了来骑这个比赛 现在去拿我们的这个finish衣服 现在我们在排队 去拍照 之前比赛后的晚餐 我们就来到这个 很多人来的这个 龙王海鲜楼 滴沙路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就来到这里吃这个晚餐 然后就拍一下给你们看 等一下我们叫了一些什么好料 我以为放了一个这个餐厅的地址 可能以后有你们看了我的视频 有来滴沙路 可能就能够看见这一个地点 可以帮助你们导航来这里 他这一间店就是比较出名卖这个龙虾 这一个一大只的一公斤两百分 这里是本地的小龙虾 这一只是第一只鲸鱼 哇 这一个龙虾 现在已经从迪沙路回来 然后把车已经还回给这个家的人 然后我们就骑着我们的自行车 要回到马来西亚的Custom再回去新加坡啦 然后现在有点下雨 然后就路上小心 回到新加坡 再见 拜拜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JB的Woodland路口 我们要去新加坡啦 现在在这个马来西亚去新加坡的这个桥上 大家都塞车进去新加坡啦 明天星期一要上班啦 现在已经回到新加坡这里 然后回家的路程应该还有20多公里 就回到家了 如果喜欢我这个旅程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祝你们也有自己的人生不一样的记录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аний羽